7月28号 徐先生到杭州万大广场小米授权店买电脑 结果和电源发生了冲突 事情发生在7月28号晚上 徐先生是开淘宝店的 做五金配件生意 当晚他来到小米杭州万达广场授权店 想买台笔记本电脑 后来看了一下 我喜欢这一台的 5699 他后来就推荐我另外一台 他可能在创作里面 他没有样品摆出来的 就说客户说嫌贵 这一款就说 就问有没有更优惠点的 那我们就推了这一款 因为配置一样 刘店长表示 店员推荐的是一款红米笔记本 价格3999块钱 店里库存不多 没有样品摆出来 当晚店员拿旁边的一台银色笔记本 做了介绍 并到小米官网上 给徐先生看了相关图片 表面颜色也是一样的 里面颜色都一样的 这里都一样的 他可能只说一说拿这台来做比较 这屏幕都是液晶屏幕传品的 摄像头这些都有嘛 徐先生指的液晶屏幕 其实是屏幕上带钢化玻璃边框的笔记本 看上去屏幕整体性较强 而徐先生买的那台红米笔记本是塑料边框的 没有摄像头 USB接口是老款的 虽然两台电脑都是i5处理器 独立显卡 8G内存 但更具体的一些配置还是有所区别 他说的好的东西肯定是好的 那现在你 但是我也幼稚 我真的也是做出了很多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呢 我把钱付掉了干嘛了 对不对 你付掉钱没人说不可以退 你激活的时候 因为这激活有最什么五个步骤 他说打开了不能退 我心想也是有点那个 他说不能退了 我也想着就不能退 我心里都不喜欢 一直在犹豫 对不对 他们就这边嘛 在催你 设置这个东西 我对这个激活啊 什么东西啊 我也不懂 徐先生说 当晚他要退电脑 对方没答应 于是他拿起5699块钱的那台 笔记本的样机准备离开 电源上前阻止 双方发生了冲突 过程中 店员的衣服被扯破 最后店里报了警 我的手被他挖了 还有身上 差不多是伤 后来 然后抬上 抬上 抬上的 怎么还动手呢 尽快 他拦了我 拦到12点钟 徐先生认为 对方在销售时 只讲优点 不讲缺点 他要求退货 对此 刘店长回复 他们主要介绍配置 外观等 要客户自己选 已经激活的电脑 无法退货 后来 徐先生通过客服 把问题反映给了 小米总部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住报道